王健林曾说,后悔当年只生王思聪一个儿子,现在已经来不及了,他的妻子生完投胎后不愿意再生,广大网友听完纷纷喊话要认王健林为爹,王思聪当老公王健林当爹,这不齐活了吗? 万达集团虽然一年亏损600个亿,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王健林仍坐拥883亿身家,而作为王健林的独生子,王思聪毋庸置疑是万达唯一的继承人。 对于王思聪,他不仅仅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子,还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富二代,将父亲给的5个亿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60亿,是北京普斯投资董事长,更是IG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,相比较于其他只知道花钱的富二代,王思聪还算是很有商业头脑的。 而王思聪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身份,那就是娱乐圈的纪检尾,可能是从小就出去留学的原因,王思聪很有自主判断能力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就连王健林都说儿子在叛逆期挑战他的权威,说什么话都不听,不服他,觉得自己父亲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回国后王思聪更是将他的敢于表达带到网络上,在网红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,他说只要不做犯法的是剩下都是他的自由。 而都知道王思聪最擅长炮轰别人甚至拆自己老爸的台,看谁不爽就对谁,不少大咖明星都被他炮轰过,但没有一人出来回对过他,就因为他有着强大的背景。 不过就有一次王思聪惹错了人,公开讽刺奶茶妹妹张泽天是睡二代,刘强东仅用一句话就让他闭嘴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在王思聪看来,或许是认为奶茶妹妹飞跃式的经历太过浮夸,于是他在网上喷张泽天就是个睡二代,嘲讽他靠身体上位才有了如今的生活。 张泽天本来和王思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,对于王思聪的无理取闹他并没有做出回应,而作为户气狂魔的刘强东怎可能做事不管,在得知后他特别气愤直接开对王思聪,离开你父亲算什么? 我的回答是你什么都不是,紧接着还说你爸欠银行的1.5亿还清了吗?把钱还清了再来评论,刘强东这霸气的回对让无数网友为他点赞。 王思聪也是罕见的没有进行任何回应,知情人士都对王健林的资产早有耳闻,据说王健林资金链紧张负债挺多,不少网友表示王思聪已经无言以对,而且他这个行为确实过分了,作为一位企业家和公众人物,在网络上更应该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,给大家带来正能量。 而其实就算没有刘强东妻子的身份,张泽天自身也是相当优秀的,2009年张泽天凭借一张照片走红,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杯奶茶, 看起来非常清纯可人,网友们都称他奶茶妹妹,而这位奶茶妹妹的背景可不简单,父亲是张力浩,是南京惠斯通集团总裁,还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兼职教授。 张泽天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,读高一时就获得全国健美操团体亚军,因此保送进了清华。 2015年22岁的张泽天嫁给42岁的京东老板刘强东,他们的婚恋引来瓜粉无数,在头顶刘夫人的光环下,张泽天的商业王国快速发展起来,他几年内先后投资了多家母婴企业。 23岁就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一起共进晚餐,更是顺利打进美国时尚圈,在时尚晚宴上独占C位,在音流强东绯闻事件深陷抹茶漩涡时,他也没有愤怒,反而一声不响地去到国外攻读剑桥的NBA。 27岁就和自己的偶像杨岚在联合国同框了,同年以身价500亿登上富豪榜,成为榜上唯一一位90后女富豪,张泽天用实力证明了漂亮只是他众多优点中最不值得一提的。 人们看见的张泽天是吞去了少女时的青涩,转而有了一定的时尚度和气场,与当年端着奶茶的少女判若两人。 事实上这位阴柔冒走红的姑娘比谁都渴望撕掉身上的花瓶标签,她急于向世界证明自己,而她也做到了。 后来张泽天开始频繁出席公开场合,以精致简约地穿着引得时尚界一致好评,推动自己的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与京东共建分校,她的商业嗅觉和眼光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夸赞。 而这样优秀的女人又怎么会配不上刘强东呢?